Hello大家好 年更到了 新历年就历年 我们会有很多长假 那有了假期 我们就有时间在家里可以做些点心 上海点心有好些都会用上猪油 所以今天这个视频 我们就一起来熬一馆猪油 熬猪油没有什么难度的 你只要掌握一点点小技巧 然后要有耐心 要有足够的耐心 才能熬出一罐雪白雪白的 漂漂亮亮的猪油 最好的猪油叫板油 就是猪肚腩上的一块 现在很少买到 那买不到的话呢 我们就只能用这种油标 要去干净瘦肉 切成大小均匀的小块 瘦肉要去干净 要不然的话 那个瘦肉容易先浇 那锅油的颜色也会变得不好看 开火 火大点没关系 第一步要做的是 在锅里加个半碗水 这是非常重要的第一步 放些水 肥膘就不会粘锅 你的火候也可以烧大些 等油一点一点出来了 火候就逐渐逐渐要变小 我们不停地慢慢翻炒 整一个过程 大多数的时间都是一个用小火在熬制的过程 这期间你要看 有些小块的会先榨干 已经有些变黄 你要把它先捞出来 这是害群芝麻来的 如果不捞出来的话 整锅油都会变黄 到后期我们更要密切留意 我们一边熬一边用锅铲这样安安它 帮助它出油 那等它微微泛黄了 我们就要关火 离火捞出油渣 如果你要炸进它 也要先把这锅干净油先倒出来 再来处理这些 找个能密封的容器 把油倒出来 以耐热的玻璃淘气为最佳 坚决反对用塑料的 然后我们再来回锅 这些没有榨干的油块 还可以榨出一些油来 但是这锅油一定没有上一锅漂亮了 这个油渣 我们可以放一些棉白糖或者盐 当一个下韭菜 还可以做菜 好 今天这个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